大家好 欢迎来到脑洞vs黑洞 我是李欣 2020年已经过去了一半 现在来到了7月份 仅仅这半年多的时间 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就出现了令人诡异的现象 尤其是中国的首都北京出现了好几个异象 令人瞩目 比如说7月5日下午 北京市的环柔区突然下起了冰雹 网络视频显示 冰雹砸在地上劈啪作响的 此外 河北保定也下起了冰雹 网上视频显示 路面白花花的都是冰雹 5日下午3点30分左右 北京市的气象台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 大陆媒体称 怀柔城区在3点40分左右开始凸降冰雹 大约持续了5分钟 之后仍然持续降雨 大家想一想 这可是7月份夏日炎炎的7月份啊 平常的气温都是摄氏30度左右 竟然出现了冰雹 6月飞雪就已经是天象起关了 现在7月份夏冰雹 老天爷到底要警告我们什么呢 我们在后文中再做详细的分析 7月7号是中国大陆高考的第一天 北京市海淀南路的有一个路面发生了塌陷 这个路段附近有多个高考的考点 这个路段之前也曾经发生过塌陷 北京市郊景官方微博7号下午发布消息称 海淀南路东口以西由西向东的方向发生路面塌陷 主路的外侧车道在抢修暂时无法通行 而海淀南路附近有八一中学 人大附中 北大附中三处高考的考点 《新京报》报道说 一直到晚上5点左右回天作业 基本完成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车 现场塌陷的面积大约是1.5平方米 而此次塌陷的路段在上个月22号晚间也曾塌陷过一次 当时有一名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掉进了坑中受伤 此前5月31日上午 北京市通州区广区路段也突然塌陷了 出现一个大约三米深的大坑 6月份 北京爆发了第二波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6月25号端午节的下午 北京狂下了7个小时的冰雹 而临近的天津也在晚上降起了冰雹 甚至比北京市还要厉害 这场冰雹击碎了不少车辆的玻璃 老百姓们说 这跟天上下板砖好像也没什么区别了 就像是世界末日 而更加诡异的是 这些冰雹不仅大如鸡蛋 形状竟然酷似新冠肺炎病毒的样子 甚至当天晚上连续128天没有通报有本土确诊病例的昌平区 就出现了新的病例 这好像是在表示冠状病毒就是老天爷定点定时投放到北京市的 再来看到中共政协会议的第一天 也就是5月21日 就在全世界的媒体聚焦北京两会的时候 本来是中共最风光的时候 突然间下午3点北京变天了 变得漆黑一片 随后下起了大雨 并且伴随着电闪雷鸣 而闪电也很奇异 北京网民留言说 这雷也太大声了吧 把我家的狗都给吓跑了 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雷 门都震了 吓死个人 巨大一声还以为世界末日到了 想一想 中共精心设计准备出来的两会的召开 本来是应该宣传弘扬党的 伟大光荣正确的时刻 没想到老天爷却不赏脸 让人们体会了一下世界末日的景象 好像老天爷在警告世人 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末日 那些跟随共产党的人也会跟着遭难 而6月份北京疫情的爆发就说是从两会开始的 当时几千的代表和媒体记者进入北京 据说把病毒也带入了北京 此前3月18号 京津冀突然发生了狂风天气 当天北京西郊颐和园昆明湖掀起了巨浪 波涛汹涌 浪花被风打成水雾席向了湖边的游人和树木 有北京老人说 颐和园湖水涨潮非常反常 从1884年慈禧太后退居颐和园之后 至今大约140年间 总共只涨潮过三次 第一次是1908年11月初 慈禧死前的10天左右 第二次是1916年6月初 就是袁世凯死前的3天 第三次是1976年8月初 毛泽东死前的半个月左右 现在潮水又起了 难道北京真的要出大事了吗 其实从年初开始 全国各地异象就频频的出现 京津冀很多地方出现了强风 大火和爆炸也集中的爆发 三月份北京出现了强风天气 阵风风力达到8到9级 多处风力超过历史上的极值 也有很多建筑被大风严重损坏 屋顶也被吹走了 北京地铁大学城西站的顶棚 就被掀起来了 我们来看一看视频 北京以外 其他地区也有很多的异象 网上流传有一个视频 7月4号内蒙古的包头市区 天空出现了怪异的彩色的云 还伴随着闪电 此外 各地还有很多的鱼儿也跳出了水面 有的跳出大一米多高 现在中国南方的洪水灾害已经相当严重了 今年洪水已经造成至少26个省市 1770万人受灾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 中国大陆长江上游支流 岐江的重庆段都出现了80年以来最大的洪灾 民众惊呼水位比平时能够高出10米 网传一个视频 7月5号 重庆石柱县中义乡河水猛涨 导致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桥梁被洪水冲垮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常的天象发生呢 可能老天爷啊 慈悲人用这种反常的天象来警醒世人吧 北京6月份7月份都出现了罕见的冰雹 在明代史书中有记载 冰雹啊就是冰相 预示着战争 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和自己的进城 说过一件关于明中都皇城下冰雹的事情 原文是这样说的 镇前数日心中浮宁 夜泊安寝若有所经者 忽闻中都皇城万岁山与宝善大 其在是乎 所战书冰雹乃冰下 以遣人戒斥守欲观 严加防护一辈不渝 中国古人呢 向来相信天人感应天人合一 天道啊 也是依照阴阳五行的原理 在有规则有规律的运行着的 自然界的现象和人世中的现象往往是相对应的 汉代大儒董仲书江史书春秋里面 记载着的日食啊星星陨落啊山崩地震啊 等等反常的天象和当权者正式的得失进行了对比 他发现史家记载的灾疫不只是单纯的自然现象 这些天象都预示了政治的衰败 比如说人拨弄了琴弦 自然呢就会有声音发出来了 天将要下雨的时候呢 人体的病痛部位也会有预感 所以自然界的灾祸或者是祥瑞 也都有一定的人事与之相对应 春秋繁路里面记载说着 在董仲书看来人间灾疫的根本原因 都是由于当权者的失证过失造成的 失证的过失还在萌芽阶段呢 上天会降下灾害来警告当权者 如果不知悔改 上天会显现更加怪异的天象 让人感受到震惊和害怕 如果还不知道境被惶恐的 那就会有更大的灾难将会到来 针对大旱和洪水灾害 董仲书也还专门写出了两篇文章 一个是求雨 一个叫直雨 他认为啊 大旱或者是雨涝 不仅是自然五行的市场 更是人道阴阳的失序 所以要祈求上天风调雨顺 人必须正五行和阴阳 几千年来 天人感应的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朝政 从董仲书以后 国家一旦出现了灾情或者是地震或者是洪水或者是九旱不雨 当朝的皇帝就会发表罪己诏 自称无德 以减善罪己求言或者是赦免罪犯的方式呢 来弥补自己施政的过失 即使不关注天象 单单从人质上看 现在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呢 也处在历史上少有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 比如说经济受到疫情的严峻打击 失业潮滚滚而来 香港乱局变本加厉 隐瞒疫情导致国际追责 战狼外销呢 又使中共在国际上陷入空前的孤立 全国性的疫情二次爆发也迫在眉睫 还有粮食危机 原中的饥荒和战争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帮忙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支持 再会